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国家都实施了边境管制 但救命时刻都不能等 上个月有一架来自新加坡的包机 以落地不入境的方式降落在花莲机场 成功向慈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取得了骨髓之后立刻返国 拯救急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癌病患 经过慈激医院医疗人员再三确认 骨髓造血干细胞被装在低保温箱内 立刻搭车前往花莲机场 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必须小心谨慎 才可以确保骨髓安然无恙 为了降低感染风险 双方人马都穿着全副武装 花莲机场还在跑道边走廊设置的交货区 就等新国包机一落地 就可以方便拿走骨髓避免接触 这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一个case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能源采中转的方式 就是说不入境 但是有骨髓要出境 必须协调移民署 海关还有安全 这些单位来做协助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国家纷纷实施边境管制 多数航班也都是减班停飞 所以无论是台湾送随 还是新加坡取随 人员都得在抵达后隔离14天 这对患者来说恐怕会失去黄金救援时间 甚至于是提高感染风险 能够圆满这次任务是相当难得 包括新加坡来的 以及我们华联持继的医疗团队 都做了最好的一个防护的措施 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我们能够将骨髓交送到对方整个过程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 这次从新加坡跨海寻求 造血干细胞配对的是一名 年约40岁 罹患及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女患者 因为在新加坡找不到适合捐赠对象 去年底转而请求台湾持继协助后 终于配对成功 但受到疫情限制航空业几乎停摆 所幸在各方协助下才排除万难 骨髓也安全送抵新加坡 让防疫期间多了一份温暖 发挥救人一命的精神 借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